农村小伙把苹果种在花盆里 一盆卖出几百上千元 最贵的能卖到上万元的天价 一年净赚五千多万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一开始赵晨做的是盆栽花卉的生意 有一天他出门送货的时候 看见一个奇怪的现象 农户们把田里的苹果树砍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时苹果卖不上价 所以他们都把树连根刨了 而赵晨出于工作的习惯 随手捡回去几根小树苗插到了花盆里 正是这个举动 让他发现了一个年赚千万的大商机 赵晨每天精心照顾苹果树苗 没过几天 苹果树就活了过来 长出了新芽 在当时的花卉市场上 又能观赏又能吃的金菊盆栽等 一向都很受消费者的喜欢 一盆就能卖到两百多元 赵晨就想到 如果能让花盆里的苹果树开花结果 那在市场上肯定特别受欢迎 于是他立马调查市场后发现 当时已经有科研机构培育出的盆栽苹果 但是还没有投入市场 他要是能抢先一步 把盆栽苹果培育出来 投入到市场上 那可是独家生意 赵晨要中盆栽苹果的消息一传出来 村里的果农都觉得他在吃人说梦 因为苹果树原本根就少 怎么可能从土壤肥沃的土地里栽进花盆中呢 这样的果树根本就活不下去 你看着吧 早晚点烧了火 你做拆火 可赵晨却认为 盆栽果树一定大有市场 于是他花了一万多元 买了一千多颗苹果树苗 跟马上要结果的苹果树 嫁接在一起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赵晨用这种土方法 嫁接的盆栽苹果 在第一年还真长出了果实 他还发现 这种盆栽苹果有一种优势 花盆可以随意移动 果子能接受更充足的阳光 不仅长得漂亮 还特别好吃 赵晨给这种盆栽苹果定价为 300元一盆 等到秋天上市 就特别受欢迎 赵晨摆摊一天 就赚了3700块钱 盆栽苹果 结果的9月和10月期间 赵晨仅用了两个月 就卖了十多万元 这让赵晨信心十足 等到第二年 他又种下了一万多棵果树 准备大赚一笔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10月份的一天 很多人拿着几盆栽苹子 找上门要求退还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拿回去对吧 开花也干脆不结果 客户就找回来了 而这些都是去年的客户 他们之所以这么喜欢盆栽苹果 就是因为把盆栽苹果养在家里 也能看见他开花结果 第一年确实结了果 第二年却什么都没长 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叉子 赵晨也只好如实退还 好不容易赚到手的钱 一下子又没了 这让赵晨意识到 想要赚钱 就让盆栽苹果 跟地里的苹果一样连年结果 可是他要怎么样 才能解决果树死掉的情况呢 农村小伙把苹果种在花盆里 一盆能卖出几百上千元 最贵的能卖到上万元的天价 还能控制果树的大小 长出各种花样的苹果 一年净赚五千多万 他是怎么做到的 赵晨为了解决盆栽苹果 不能连年结果的问题 找来了三十多种苹果树 通过不断的试种 研究了三年多 最后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 能让他盆栽苹果 连年结果的好办法 这个办法让他的销售额 从十几万元 变成了三百多万元 那么他到底用了什么办法呢 赵晨有一个苹果树的育苗基地 里面都种了四年左右的苹果树 每到给果树修剪枝条的时候 赵晨都会疯狂搞破坏 把这些长得密集的树枝 全都剪了下来 剪不动的拿锯子去 回会儿 这些苹果树就被剪的 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了 整个四千亩地里 一千多棵苹果树 都被赵晨折腾了一遍 他还说 不这样剪就挣不到钱 原来苹果树要生长四年以上 才有连年结果的能力 而赵晨之前会失败 就是因为他太急了 把嫁接的果树苗 直接种在了盆里 树干只长了两年 还没有发育成熟 这就没法连年结果 而赵晨通过三年的实验发现 如果想要盆栽果树连年挂国 就得老老实实地 把苹果树放在地里培育 等果树生长到四年以上 再修剪成适合盆栽种植的大小 等一日到盆栽里 种植一年后 就可以保证它连年挂国 赵晨修剪了一批盆栽苹果 经过培育之后 运送到花卉市场上 他向消费者承诺 自己的盆栽苹果 最少连续五年挂国 否则就无偿退款 客户们也没有见过盆栽苹果 一时间都被吸引了过来 再加上赵晨的承诺 很多人买回了家 等到第二年九月份 又有很多客户找上门 说这回的盆栽苹果确实结果 赵晨的盆栽苹果渐渐有了口碑 三年时间 年销售额达到了三百多万元 赵晨仅跟消费者的需求 又盯上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 把盆栽苹果分成了三种样子进行销售 而这种迷你的盆栽果树 摆在办公桌上 很受白领的喜欢 一盆就能卖到三百多元 第二种是终极果树 则是被很多家庭主妇买回去 当作装饰品 一盆价值一千多元 最后一种大型果树 价值两千多元 很多企业买回去 用来装门面 可这些还不够 赵晨又从其他盆栽上面 想到了让盆栽苹果身价倍增的办法 原来他发现 只要是修剪过的盆栽 增加了艺术感和造型感 价格就还能翻上一倍 于是他就试着找人 把盆栽苹果的造型修建成丰收的疯子 效果出奇的好 让盆栽苹果的身价 提升了至少三倍 2008年 赵晨的年销售额度达到了一千多万 可是他还不满足 而每年 蜡月到春节这段时间 是销售旺季 可是赵晨的盆栽苹果 不仅不结果 连树叶子也都掉光了 就没人想买光秃秃的树叉子 赵晨就想到 自己如果能赔一出反季节苹果 那么一定能挣到更多的钱 可他该怎么做呢 农村小伙靠花盆里种的苹果 年收入5000多万 他不仅控制果树大小 还能让一棵树上 长出各种花样的苹果 将一盆苹果 买出上万元的天价 他是怎么做到的 赵晨为了培育出反季节苹果 在春节期间上市赚钱 他琢磨了半天发现在河北当地 苹果树一般都是5到10月生长结果 从10月开始 果树就休眠到来年2月 要想培育出反季节果树 就得要改变果树的作息 让他的生长期和挂果期都往后推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赵晨用的还是一个土办法 那就是把果树都放进地窖里 然后在冬天 从河里凿冰块 搬进温度低的地窖里 想用不要钱的冰块 营造出寒冷的环境 让果树一直睡到5月份再醒来 和反季节种植 哪有那么简单 春天一来 室外温度稍微一高 河里的冰块就化成了水 气温还反复无常 不冷不热 没等果树睡醒就都死了 赵晨无奈之下 只能找到果树专家求助 专家告诉他 反季节种植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恒温的环境 让果树在夏季休眠 冬季保温 才能反季节种植成功 赵晨相信 如果反季节种植成功 肯定能给他带来目前几倍的收益 于是他拿出50多万元 建了两个大冷库 夏季就把果树搬进去 强制休眠 冬季再把盆栽果树搬进大棚里保暖 一下天 冷库就要花上2万多元的电费 冬天大棚要用20多万的燃气费 村里人都觉得赵晨是在瞎折腾 嘲笑他人杀钱多 感觉他有点有钱瞎得瑟 可赵晨相信自己的判断 他不管外面的生意 一股脑的把精力都用在了反季节果树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3年赵晨终于摸索出了 果树反季节的诀窍 在8月份把果树搬到冷库休眠 恒温在3度左右 等到11月份 再搬到大棚 恒温在10度到25度 成功地在2014年春节期间 实现了盆栽苹果的反季节种植 只是元旦到春节这段时间里 赵晨就靠反季节苹果赚了500多万 而随着乡村旅游的流行 赵晨又和当地采摘员合作 他负责提供盆栽苹果 定价20元一斤的价格 进行销售苹果收益评分 农户自然愿意答应 赵晨又靠着采摘员的名气 带动了盆栽苹果的销售 也扩大了市场范围 让他的盆栽苹果销售猛增 2018年 赵晨的年销售额达到了5000多万元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